欢迎即将假说的小蛙 大家好 我是王思楼 首先呢 感谢李诞哥哥 感谢哥哥请我来促操大会 李诞 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心目中最优秀的喜剧人 当代的喜剧之王 好 大家能看得出来 我要真想假吹的话 连道具都不用 今天其实来还想 最主要感谢的一个人 就是池子哥哥 感谢他质疑我假吹 因为他质疑我那天 直接给我质疑到了热搜 的第一名和第二名 对 那天是我出道十多年以来 最红的一天 不好意思 谢谢池子哥 后来我的一个朋友就给我们拉了一个群 因为就是想说给我们说和一下 但是我跟池子也不认识 然后就搞得我们俩跟相亲似的 就很尴尬 但是我第一时间就加了池子哥哥的微信 池子哥哥非常爽快 到现在都没通过 所以我今天就找他找到找找来他的单位了 找到了单位 但没想到你们单位怎么还挑羞呢 但没事没事 还好单位领导在好不好 这是李旦哥哥 我心中最优秀的喜剧人 当代的喜剧之王 想要夸人不同样啊 还是很难的 这点还是得向山河老师学习 其实帮我拉群的那个好朋友今天也在 就是这个大王 平时 啥呀 好人 再来一遍 这是大王 就是平时其实我跟女生如果走得近的话 我的粉丝会吃醋 但是我跟大 会会会 但是我跟大王就不会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是我保镖 但是这样也不好 因为我的保镖也会吃醋 大家都说大王是小S的接班人 其实我觉得你不用紧张 因为就是我觉得大家就开玩笑嘛 小S肯定不会往心里去的 对不对 我妈还说我是刘德华接班人呢 你看这刘德华往心里去了吗 我妈都没往心里去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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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歌手这个节目里做的是这个 我们张少涵老师的音乐合伙人 你说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还可以这样参加歌手 在节目里面啊 少涵一唱歌 大王就在下面哭 哭得比观众都敬业 少涵换一口气大王也换气 少涵再唱大王再哭 一首歌下来 他的镜头比张少涵还多 大王你这哪上节目啊 你这是上坟呢 我跟海诚哥哥啊 泡泡哥哥 都是我们俩都是沈阳人 然后其实我知道一直 我一直知道有一个微信群 叫做沈阳明星群 就作为一个沙马特歌手 我都觉得这个名字太楼了 有没有 但我很庆幸我不在这个群里啊 但海诚哥哥在 听说还是群主 沈阳明星群是不是进群的时候得这么说 说群里的朋友大家好 我也是一个来自沈阳的明星 明星 很开心啊 能够融入俺的这个沈阳明星大家庭 沈阳明星不坏权呢 人家不光是明星 还有很多的身份啊 投资人 商人 诗人 厉害了 听听人家这个诗句啊 一米阳光沾染半尺忧伤 是不是有一种做买卖的感觉 写的时候就在算啊 一米阳光沾染半尺忧伤 这就是三米阳光沾染的就是一尺半的忧伤 你要拿五米阳光 我给你便宜半尺忧伤 好诗好诗好诗 好诗好诗 牙也白 张绍涵很厉害啊 曾经的港台流行歌坛四小天后 孙燕姿 蔡依林 肖亚轩 梁静如 什么意思 对不起的 在水边 在水边啊 孙燕姿 蔡依林 肖亚轩 梁静如 就这四个 绍涵姐姐呢 其实我们之前是同一个唱片公司的 然后绍涵姐姐是我的师妹 我还有另外一个师妹 我还有另外一个师妹是孙燕姿姐姐 还有另外一个师弟是李健哥哥 反正我萝卜不大都长在被儿上了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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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应该还行 下面这不错啊 好 挺好的 我的英文名字叫Silence 就是这个名字起得不太好 因为有的时候演出的时候 观众在节目就喊Silence 我就分不清到底是叫我 还在叫我下去 但是绍涵姐的英文名就很好啊 Angela 红得也很早 Angela红的时候 Angela baby 还是个baby 我跟绍涵姐就是有一些的经历 有点像 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大起大落嘛 然后因为当年我也很红的啊 我很红过啊 就是 现在还可以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啊 帮我垫一句 当年我红的时候 就是我出门的时候 我只要经过台球厅啊 什么小卖部啊 理发店啊 凡是人均消费不超过20块钱的地方 都能听见我的歌 很接地气 对 绍涵姐姐也是 就是家喻户晓 那个时候我的歌称霸了QQ音乐 绍涵姐姐的歌称霸了QQ签名 那段时间只要你有QQ 你就有一双疫情的翅膀 很可能还有一米的阳光 还沾染半尺的忧伤 好 但是后来呢 随着这个大家审美水平的不断提升啊 我们这些就是沈阳的明星 可能都不太行了 但是我一直很羡慕 肯定是真吹 谢谢大家 我是王苏龙 好